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第五集 一键换天空是Luminar 4这个版本最吸引人的功能 通过人工智能强大的计算 可以实现完美的无缝替换 天空是替换了 可有水面的照片怎么办 所以在这一集里边 我们会在替换天空的同时 还会解决水面倒影的问题 进入编辑界面 选择创意界面 在AI天空更换功能中的下拉菜单里边 选择一个天空的照片进行智能替换 就可以完成一键替换天空了 在使用一键替换天空的时候 有几点需要注意 如果原照片的天空当中有很多云的时候 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判断 替换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所以晴空万里或者是阴天的照片来说 相对来讲处理的效果会更好 再有就是替换的时候需要注意光线的方向 例如原照片如果是侧逆光的日落 阳光来自于左侧 替换的天空最好也是同样的位置和方向 否则就会有很强烈的不真实感 就很容易被识破了 虽然大多数的照片都可以通过基础设置完成 但是也会遇到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就用到了高级设置 例如天空和建筑边缘识别不正确的时候 缩小差距和天空本地这两个设置啊 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调整后呢 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当使用了大光圈拍摄的时候 天空的部分呢会处于焦外被虚化 天空散焦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让天空的部分呢处于虚化当中 那么这个可能会在人像照片里面使用的更为多一点 翻转天空呢可以左右翻转天空素材 来更好的贴合原照片的光线方向 大气雾霾可以为天空增加一些水气的效果 这在替换阴天照片的时候啊 还原度十分的高 天空温度用来调整天空部分的白平衡 配合原照片的同时啊 还可以营造气氛 天空暴露可以调整天空部分的曝光度 所以它叫天空曝光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当人工智能不够智能的时候 就需要手动修复局部细节了 这经常会发现在结构比较复杂的网状结构和塔尖的位置 点击编辑蒙版选择画笔 橡皮擦用来去掉多余的天空 画图用来增加没有被替换好的部分 适当的调节画笔的柔和度和不透明度来实现更自然的过渡 我建议放大图像啊 使用比较小的画笔来进行涂抹 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更精准的修补了 完成之后呢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想要添加水面倒影 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用软件自带的天空图片 只能用自定义的天空图片 由于Luminar并没有给水面倒影设置替换功能 所以有水面的部分呢 只能通过我们的智慧手动解决 在编辑界面当中进入右上角的层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新的图像层 加载一张自定义的天空图片 点击图层转换 将加载的自定义天空照片呢 进行上下翻转 然后拖动到比较合适的位置 点击完成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图层上添加一个编辑蒙版 水面分割比较简单清晰的呢 可以使用渐层遮罩 也就是渐变的滤镜 轮廓比较复杂的水面呢 选择画笔 手动勾出水面的部分 在替换天空之后啊 套用外观会丢掉之前所有的设置 正确的操作方法呢 应该是进入到层的界面 将刚刚替换过天空的图层呢 进行复制 点击复制层 之后啊 对这个图层进行删格化 然后呢 再在这个图层上面 进行外观的套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地 grabbed 明镜需要您的地очка ม量相 elders 感谢观看